要从去年香港抗议事件发生的时候说起 我开始也认为街头抗议香港人 和国家宣传的一样都是无理取闹的暴徒 在新闻里有抓香港人的时候 我会当成八卦追剧一样的心态在看 认为他们活该 和起初他们一样 他们迫害西藏人的时候 我真的一点也没有关心过 把新疆人关进集中营的时候 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选择当成笑话看 拍手叫好 认为让他们学习汉语是对他们好 迫害香港人民的时候 我选择站在政府这边 支持警察镇压香港人是对的 现在想来之前的我真是太太太愚蠢了 政府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这件事 由于长期不在家乡生活 我也是后知后觉 起初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直到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 内容是采访了一个新疆的孩子 汉语说的非常的好 可是维族自己的语言却不怎么会了 作为一个蒙古族人 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没有孩子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有现在的感受 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 正在被一点点的侵蚀 等我的孩子长大了 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但是作为本民族的蒙语 却不会说了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关键是 我们对此完全没有一点点反抗的权利 警察抓捕反对和抗议的人 政府说罢课的家长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要罚款 还要依法追究责任 威胁给不报道的学生取消学籍 封锁新闻和舆论 这么大的事情 身边的同事朋友完全不知道内蒙发生了什么 我这才明白 就是靠着这种手段 蒙着一个人的眼睛打另外一个人 政府把不服从管理和反抗的人民称他们是毒 不喜欢中国社会主义的台湾人是台独 不接受中央政府给香港法律的是港独 不接受中共领导的达赖喇嘛是藏独 反抗政府同化自己民族的新疆人是疆独 现在终于轮到是我们蒙古族人 不接受汉语教育 而抗议的人很快就是蒙独了 按照这个地理位置顺时针转下去 下一个轮到的恐怕就是朝鲜族了